我今天算是特地追雨 來到華蓮 現在沒有辦法上去 現在天空下的毛毛細雨 可是我覺得 這個事態的路程就是有點苦啊 我現在已經台八線 離開了田翔了 我現在要再往回騎到田翔 然後再走蘇花到宜蘭 再走北宜到台北 再走台山回台中 可是現在時間已經4點45分 我們就來看我們今天到台中會是幾點 今天清明年下的第一天 我們來換米其林的RODE6 YoYo我是魯特 這次米其林的RODE6 橘白換上了尺寸是 前1206017 後1606017 那我上一條輪胎呢 是米其林的POWER5 因為我上次里程換的時候是9000 那現在里程是22000 所以等於我這條POWER5 我已經用了13000公里 非常感謝他這陣子來的付出 然後我每次換輪胎啊 我都會被剛裝上的輪胎 再來呢那一下 BOOM! 嚇到我剛才就被嚇到了 因為在這之前呢 在IG還有臉書上面 有PO了幾個 試胎的地點 或是試胎的方法 那經過了募集之後呢 以下選出來 分別是旅天跑136 沿著標線旗 最後一個呢 是水溝蓋跑法 呃今天我們換完輪胎 等一下就準備要去測試了 GO 在換完輪胎之後 我相信大家應該對於這次RODE6的性能 一定很好奇 所以接下來 我們也即將踏上偉大的試胎旅程 這一趟我們分為 濕抓性能 穩定度 操控性 三種測試 廢話不多說 馬上GOGO 咱們RODE6第一個挑戰呢 就是我們的濕地抓地力 那這個濕地抓地力 其實也不一定要在真的下雨的環境 最主要是在路面濕滑的情況下呢 就可以了 我想說極端一點 我們挑一個真的有在下雨的地方 但是呢 我那時候去換輪胎的時候 前一天下大雨 隔一天大太陽 超過十天的好天氣吧 就像今天這個大太陽的好天氣 我們既然都要測試了 我們當然要挑一個出門騎車的時候 可能會面對到的情況 這樣大家看起來呢 才是真的符合我們一般 不管你是通勤 或者是你是真的騎車 很常騎車出遊的 符合這個真實的使用情境 所以呢 這一次我們雨神不雨神了 我們變成情男 可是當我們變成情男了之後呢 我反而很希望他下雨 我們騎著中橫 一路追雨 追到了花蓮 這一趟試胎 從台中出發到武嶺 都是大太陽的好天氣 所以在一開始 除了濕地之外 也順路體驗了一下Rod 6 在甘地上的抓地力 新的二氧化系檯面膠料 加上Rod 6改款之後 前後輪都使用了2CT加的技術 提升了前輪傾倒的靈敏度 以及過彎時的穩定度 騎乘在山路中 面對中橫的連續彎道 有一種絲斑順滑 骨溜的感覺 可以很明確的去控制橘白的傾角 經過了武嶺都還沒有雨 所以魯特也臨時決定 繼續往花蓮前進 終於在騎到了接近天翔的時候 天降甘霖啦 我追了這個雲 追了不知道多久了 因為自從我換完輪胎之後 到現在台灣都沒有下雨 但是在換輪胎的前一天 暴雨 我今天算是特地追雨 來到花蓮 等一下我們就騎出去 太魯德 體驗一下我們這個Rod 6 濕地 在出門騎車的時候 很常會遇到下雨天 正所謂沒有淋到雨就不叫騎車 雨天幾乎是每一位騎士 都會遇到的環境 濕地抓地力 當然一定也要來測試 從胎面全新的胎紋上來看 14%的海陸比 加上Water Evergrip 3D水庫滑紋設計 Rod 6大幅提升了在濕地上的抓地力 以及循跡性 相比前一代 號稱雨天神胎的Rod 5 提升了15%的濕地抓地力 增加了我們騎在濕滑路面上的安全性 隨著使用里程的增加 XSTEVO儲水溝槽技術 讓輪胎胎面的溝槽不斷拓寬 增加了胎面的海陸比 持續保持輪胎的排水性能 其實嚴格說起來 今天上山來遭雨 算是讓我出乎意料的沒感覺 這個沒感覺指的是 我一路從武嶺騎到天翔 路面從乾燥的地面 轉換到濕地上的時候 幾乎是分辨不出來有太大的差異 不會說欸 我們今天從乾地 一進入到雨天的環境之後 就需要大幅的減速 雖然輪下的水花事件 但還是有很明確的路感 每個彎的路彎前 我有去嘗試做煞車的動作 輪胎還是穩穩的抓在路面上 沒有任何扭動的跡象 無形中也增加了在雨天裡騎乘的自信心 標線 我相信呢 應該大部分的車友 對於標線這兩個字呢 是非常恐懼 非常害怕的 但是我們騎乘在路上的時候呢 有時候其實我們不是故意要去騎在標線的 而是像有一些我們可能需要 讓後方的來車先過啦 或者是呢 我們前方的道路上 有道路施工 封閉了單向 只剩下一個車道你可以騎的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逼不得已 我們一定要先跨越到另外一個車道 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壓到標線 那我們這個標線的測試呢 最主要就是來看說 我們的Rod 6 在騎到標線上的時候 我們的車榜 還有我們車身 還有我們的輪胎 有沒有給我們滿滿的安全感 綜橫最近的施工也不少 一路上大概有四到五處是封閉的 只剩下單向車道可以通行 這時候要跨越到另外一個車道 我們勢必一定會騎到標線上 Rod 6輪胎採用了二氧化系 新技術胎面膠料 比前一代耐磨的Rod 5 多了10%魔號里程 在低溫濕滑路面上 也能提供高效的抓地力 以及穩定性 壓到標線上的時候 不管是手把 輪胎 車身 都滿平穩的 不會有偏移的感覺 那其實說真的 當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應該是不會就這樣 真的一路都騎在標線上 除非是有強迫症 或者是你真的很懷念那種 好駕照 直線7秒 看到線就想要壓在它上面的那種感覺 不然我覺得在一般的騎乘過程中 應該都只會短暫的壓到一下 然後我們就變換車道了啦 除了下雨天的山路啊 在我們實際在公路旅行的時候 這個路面的狀況呢 就跟我們的人生一樣 有時候上 有時候下 有時候呢 又會需要閃躲路面上的障礙物 像是人孔蓋啊 伸縮縫 非常的刺激 那說到路面上的障礙物 每次我出去的時候呢 我個人是覺得 我自己最常遇到的就是伸縮縫 還有人孔蓋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測試的第三項呢 水溝蓋跑法 我們去騎一騎伸縮縫 因為剛好中橫上面的後半段呢 在過了天翔之後 也有滿多伸縮縫的 所以這一次呢 我剛好也稍稍的測試了一下 進行我們這次測試的第三項 水溝蓋跑法 路面上的障礙物 我覺得對我來說最常遇到的就是人孔蓋 還有伸縮縫 這個測試其實也是我在這三項測試中 最害怕的一個 不管是直線還是在過彎的狀態下 很怕輪胎從柏油材質的路面 轉換到金屬材質的那一瞬間 後輪會處在一個空轉 抓不住的狀態 這次RAWD6的膠料結構 首次在前後輪都使用了2CT加技術 除了讓輪胎達到最佳魔耗與實抓性 還同時提升了支撐性 當我騎過中橫的伸縮縫之後 執行的狀態下幾乎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而在過彎的狀態下 可能是我知道路面上有伸縮縫 所以我的下意識在跟我說 媽呀!不要再下去呀! 但是以這次去中橫的騎乘來說 RAWD6在經過人孔蓋、伸縮縫 我覺得打滑的程度 還是比我想像中少很多的 最後在我試玩了以上這三種輪胎的特性之後 回程的時候悲劇也發生了 現在沒有辦法放進去 現在沒有辦法放進去 現在不會通了 好 現在沒辦法 好,沒關係 那我在這邊休息一下好了 好 就是我換輪胎前 雨下得非常大 又加上地震的關係 所以就是觀園段呢 崩了一大塊崩閉下來 所以現在呢 在五點的時候呢 都會實行我們這個管制 它封閉是從洛掃封閉到觀園 因為今天我們就是出來追雨 現在時間是四點半 然後呢 當我騎到這個洛掃這邊 它的門已經關起來了 這裡 它的門已經關起來了 現在天空下的毛毛細雨 我們是測試到輪胎的沒錯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 台八線已經 離開了天翔了 我現在還要再晚回騎到天翔 然後再走蘇花 到宜蘭 再走北宜到台北 再走台山 回到我們桃園 因為我不想要走北橫 因為我現在全身都是濕的 我覺得 如果我走北橫的話 我應該會冷死 所以我們就 北宜 桃園 台山 回台中 可是現在時間已經4點45分了 我們就來看 我們今天到台中會是幾點 密西林的廠商看到輪胎的時候 一定會非常的感動 因為剛裝上去我就騎了 應該快2000公里了吧 然後又是下雨的 然後又是封路的 順便測試一下它們的里程也好 好啦 我們等等蘇花見 現在有點冷 GO 真的實在是騎到太忘我了 所以連中橫夜間會封路 我都忘記了 所以最後只好一路沿著蘇花 經過晚上暗道抱了北宜 再騎著台山線 一路回台中 輪胎才剛換上去不到兩個禮拜 就騎了將近2000公里 回到家想說看一下輪胎的狀況 沒想到竟然連胎毛都還沒有磨掉 我想連胎毛都這麼堅固的原因 應該也是因為添加了二氧化系的新配方吧 去年我換的同樣是米其林的炮5 從9000公里騎到22000公里 在經過這13000公里之後 炮5上面甚至還有一點肉 還沒有磨耗完 現在換上了這條弱的6之後 在各種新技術的加持下 弱的6不管在失地表現 里程磨耗、騎乘操控 我相信它一定只會更好 不會更差 一樣繼續保有米其林一貫的精神 性能到底